你有否印象他們說台北的君月酒店 是亞洲十大猛鬼酒店之一 曾經有一段時間吹得很哼 這張照片是一個外觀的大Y照片 其實我就是想和你談談這件事 我們先維持這張照片 相傳這個地方為何會這麼猛鬼 其實就是以前這個位置 正確這個位置是日軍當時做刑場 但是這個風其實吹了很久 而內盜終於君月酒店忍無可忍 站出來接受訪問 站出來拿出所有的歷史證據 拿出所有的地圖 這個地方從未過刑場 頂籠是一個糧倉 從未是刑場 雖然不知道哪裏哪裏有一個刑場 但跟這個位置相距甚遠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抹黑它 但是偏偏在這裏入住的人 有很多的鬧鬼傳聞 簡單的就是 例如那些很煩 經常聽到外面有很多人聲 很多人走來走去 但其實開門很明顯外面沒有人 又有一些是半夜三更 例如三點鐘的時間 無緣無故廁所有水聲 開花灑、開水龍頭 而有一對夫婦很奇怪 太太說在大約三點多鐘的時候 她突然被水龍頭的水聲吵醒 然後她自己又有些心寒 你這次是否住在這裏 我不是 我也想是 我也想感受一下 她說有些心寒 但是因為忠不忠聽別人說 這間很猛的 我不知為何她入住了 所以一有水聲 她自己就已經抹底了 而那一刻 加上我覺得她自己認不住 覺得在周圍的冷氣 好像不知為何突然冷得很厲害 然後她很想下去關掉水 但她又很害怕 又不敢下床 又很冷 又很冷 然後被被蓋著 然後她看到老公睡在旁邊 而老公是一直大覺睡 所以老公又睡著 又不忍心要吵醒她 那就算了 自己死癮 沒有下床 然後不知如何 就睡著 但到她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她的水龍頭仍然開著 好 接著是老公的版本 老公的版本 就是大約三點多鐘 她被水喉聲吵醒了 當她一邊聽的時候 她很肯定是由自己房間的廁所來的聲音 也很肯定是水龍頭的聲音 她就想想 好不要起床關掉她 又想想想 想到自己都心寒了 又看著太太 她睡得那麼不想 算吧 我還是不要吵醒她 然後自己在那裡忍 一直忍不知等了多久 自己害怕的害怕的 然後睡著了 通常都是這樣 睡吧 沒什麼 但問題是 明明那個時候 老婆醒了 看著老公 自己在害怕 躺躺陣 不敢下床 明明看到老公睡了 但老公也是同一個時間醒了 又看到老婆睡了 看到老婆睡了 而自己也是被同樣的水聲吵醒 而自己也是很膽怯 一直害怕到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 好像兩個人在同一個時空 但發生同一件事 但對方好像不在 又好像大家在不同時空發生 但同一時間 同一時段 所以分享這個小片 你會聽到聲音 可能很多人都會聽到聲音 又或者電視都會突然突然閃閃燈 但這個時空和時間的小小插曲 我又覺得很有趣 有些是比較嚴重的 我試過有一宗明明搞好check-in 然後進房間 然後開門的時候 看到一個外國人 坐在床尾看電視 但當他看到那個外國人的時候 那個外國人是沒有任何意識有人開門進來 沒有給過任何反應 然後那一刻他自己當然覺得 死了是不是自己入錯房 為什麼有人在那裡 然後關門然後下去 然後召喚那邊 就說不可能有人在那裡 我們全清潔了 沒有人在那裡 那個房間是你的 然後再跟他上房間的時候 很明顯房間是沒有人的 即是沒有任何有人坐過看電視的跡象 即是很多這些 你說是否一些很恐怖的大事 不是 但是都足以令人覺得心寒奇怪的事情 都是發生在這間酒店 然後雖然酒店裡的人 就已經是否認了 蛇咬都不認 總之有歷史證明 這裡根本不是刑場 但是我這些死都要追求真相的人 我就問過一些老人家 然後他就跟我分析 他就說其實這個地方 之所以有這麼多奇怪事情 或者是所有和陰靈有關的事情 他跟這個地方以前是否認場 其實根本就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在說的 他就叫我看 他說這裡整棟東西 他的局 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不老禮的局 他的名字就相當不老禮 就是棺材招鬼局 他所說的就是 首先他從最中間的座椅 然後環抱兩邊伸出來 整個墳 是一個墳 兩邊春首走出來 而兩邊的春首 擺明是打橫一座座棺材 就在兩邊的春首 然後我們現在面向著 上的左手邊 彷彿就有座塔 而彷彿那座塔 就是你又有墳 又有那麼多棺材 那座塔就形成一個化寶塔 所以基本上 建這座椅 那個人 基本上就已經出事了 這個棺材招鬼局 其實是因為這個局 所以才會不斷招惹 這麼多不好的東西在這裏 還要叫軍月 而並不是因為他本身 這裏以前的地 究竟是好不好 或者在這裏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基本上就已經是 一座所謂招音和不祥的 一座大樓 而因為這樣 也會營造到 它裏面 譬如會有很多無是生非的東西 令到大家會有很多心方意亂 接著 現在就已經不存在 但以前的大堂 是有兩道符 而且是大得很重要 我們先來個符的wide shot 好人好者無端端 酒店大堂 又為什麼要有兩條符 你是不是告訴我 你不是說我沒什麼 你不是說我沒什麼 你不是說我裝飾 是真職 當時打仗被人搶去台灣 對 一邊寫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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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 佛令和佛令 無所謂 當然它那個吸的印實在太小 我看不到它那個什麼印 你看到那個印 佛令旁邊有兩個印 但是你行佛令的話 即是佛而不是道 但是佛令上面有個三清 為什麼會騎著那個佛呢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你究竟是道還是佛呢 那你究竟佛大還是三清大呢 那已經是很不合理的東西 那旁邊就有一個剔令 那都是大致相同 只不過是佛令和剔令的分別 那當然我也看不到它 再仔細一點 它裡面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那條符究竟是寫著什麼 但是你無端端在一個 在一個五六星級酒店的Lobby 突然間要做一個這樣的兩大幅符 那當然你會令到別人心方意亂 你會令到別人很多的揣測 那以為一定是有東西 你才會有兩條這樣的符 莫非你這個又是歐洲名畫 莫非你又是什麼大畫家的珍跡 都說是春天師的珍跡 所以令到很多無端端 多生事端 你說沒事也沒有人相信 你弄兩張東西在這裡 再來 我就當你的符 是要來鎮著一些陰邪的 我就當你是這樣的原意 否則我真的想不到另一個原因 為何會有在這裡 但是 為什麼這兩道符 都會震不住呢 當然 首先我不會知道 我真的看不到 又反光又成這樣 但是 我又不見得這兩道符 究竟有多厲害 而且再來 尤其是剛才佛令那一條 你又亂龍的 又佛又三清的 你究竟是什麼呢 再來 你放在Lobby一個當眼處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可以見一張 Wideshot的符相 但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謝謝 如果一個當眼處 當你擺了兩幅這麼大的東西 而這個位置 是人來人往的 對嗎 是 人來人往的意思 即是說 你無論男人好 女人好 老人家好 老中青幼 經過就可以 一直掃著 走著摸著 對 而當你這麼多時候 一度 我當你是有力的符 你不斷被普羅大眾 一直沾著 而這些符 又可以發揮多大的力量 即是你隨手就可以摸 我又當你是一個 有驚奇來的女士 經過又摸一下 當然 你這麼漂亮 這麼有型 我每個人都用手機來拍 對 閃你就會緊 對 每個人都來閃一下 你不會停手 對 對 我想懂不懂的 都不是一定會拍一張 不怕的就一定會拍 尤其是外國人 我當你外國人不怕這些 覺得是一個藝術 你還可以發揮到嗎 基本上你的符已經是無力 再加上 因應酒店你要招呼客人 你在招呼客人的地方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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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就當你這裏真的有陰邪在裏 天天夜夜不停對著 我還怕你 第一 如你所說 你一個個過來摸 一個個過來拆拆拆拆 對 少不免的 那些人不是拍的 那些漂亮的女士就馬上挖 即是馬上挖一下 然後有些人不相信 就有沒有搞什麼 指著又來 那外國人就 又不是又拍一張 那你多強 都會像電一樣 你都會洩氣 對 大家想想以前一句南無阿尼陀佛 可能是真的有用的 有它的作用 已經是最強 但問題是 當我還沒死 我是人的時候 我都不斷念著南無阿尼陀佛 當我死了 我不會南無阿尼陀佛嗎 我就會忘記了嗎 我就會忽然間 怕南無阿尼陀佛這句話嗎 我不會的 我唸得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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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還看見我唸 對 你想唸什麼 你唸阿尼陀佛嗎 我幫你唸 反而你今時今日 你唸他媽媽的胸 可能更少人用 所以 你這樣挖一下 阿朱阿九 每個人都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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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再來 你這個有武力的時候 我們另外還有一張照片 是說它天頂有個風靈 這個也是一些 風靈通常人們覺得是一些招音 但是風靈有沒有可能同時間都是用來辟邪呢 其實在我風水的角度 不說道家 在風水的角度 風靈根本是用來辟邪 用來化殺 OK 就不是用來招音 什麼情況之下會招鬼呢 我聽說擺錯位就會招音 擺在一些不好的位置 又或者招音的風靈根本不是這些靈 是一個童鐘的靈 那些是掛在一些 扇縫底 譬如是一些 譬如寶福山 是 蟬峰下面掛在一些靈 其實那是招音靈 不是這一種的風靈 即是擺明這個東西 也應該是配合一條符 去化陰 化陰 或者鎮殺 那還說這間酒店沒有東西 有些人喜歡擺在外國那些 一條條通 你想想它擺在這裏 真的有些格格不入 如果你說波廷這個是酒店設計 我覺得不太擺 很特別 但Anyway 你擺在這裏 有兩道符 但兩道符 基本上的力量可能已經被人蝕足了 起不了力 就當你尚有一點力 其實所有在那裏的陰魂 都已經知道要怎樣去避 它根本都不怕你 因為它習慣了 它可以跟別人的傘進去 跟別人的鞋底進去 它一樣可以進來 所以反過來 它擺放這些所有東西 基本上都沒有起任何任何作用 所以那些人說 擺放這些東西沒事沒事 但都不斷有很多 所謂有給東西搞的故事 老實說 我又不太懂 不過以我的認知 你擺放這麼大一條符 你找到這個師傅去 就是好東西 那個師傅自己拿東西 老實說 你就算去雷音子也好 去龍虎山也好 人家都沒有貼這麼大一條符出來 這條符根本如果是有力 就算是一條普通尺寸的符 你貼得對位置 就已經是通天達地 即是畫那些靈體的那條符 已經是通天達地這麼大 你用什麼畫到這麼大 你不畫那一條符 不是 你黑在那一條符 我覺得黑在那一條符 反而會有型 那你是雕塑 反而會有型 那又不同 你現在這樣真的嚇鬼 就是用來嚇鬼 而基本上 怎樣才可以處理所有的陰靈 去解這個局 其實不是沒辦法 但只不過就是 今時今日的人會不會再做這件事 或者有人信不信原來這樣是效果呢 首先要破了這個風水上的棺材入鬼局 其實因為它是一個酒店 是招呼人的地方 所以其實它的符一定是要用暗符 一定是要收起來 而並非是這樣 揚出來 揚出來 你揚出來 那你個個都看到的 那我鬼害怕你嗎 對不對 而且我也明知道你擺在那裡 你是要在那裡鎮著我 那我還進來嗎 那我就找位置進來 我從後門來也可以 我從後門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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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是要隱藏在四個不同方向 而兩邊這個符位 他們就說是需要去做兩條大龍柱 要紅龍金柱去鎮住它 當然一定要很有氣勢的龍 還有做完之後就要開光 開光也要用雞血去開光 需要由龍頭一直到龍尾 而在過程裡也有一句說話必然要說的 就是紅雞雙龍鎮久天 就是它的過程裡一邊開光 需要說這件事 而並非兩條這麼陽的符 就放在那裡 而如果 即是我覺得 既然兩條這麼大的符 都可以容許它在那裡的時候 反過來 其實這個位置 應該大大方方地安安一個神位 在那裡供奉 正正式式在那裡鎮 別人還要接受 你沒有東西 你放個神位在那裡 對 你煮兩條龍在那裡也沒問題 對 你煮兩張東西 就很大吉利是 但你可以有兩張東西的時候 又為什麼不可以有個神位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 只是老闆行衰運 只是看看大家信不信有這件事 有多少人懂得化它這個局 如果整座酒店 你本身已經建了整個山墳 還有春酒 還有全部棺材 橫躺在那裡 其實你不能說整間酒店拆掉 而怎樣去破這件事 懂得造的其實應該要在大廈 正宗我們回到大廈 在它正宗那一棟頂 其實應該要建一個玻璃造的半圓球 即是Hired上面的英文字 即是Hired上面的英文字 後面那座 最正宗那座的頂 建築的頂 在那裡應該要有一個半圓球 好像一個 好像湯館一樣 半圓式 要整個都是玻璃的 而它的比例其實是 一定要夠大 要遮住它大廈的頂 然後才可以破解到它這個棺材招鬼局 老闆未必要補充 那就看看怎麼看 那麼多年來不斷被人吹 說它這裏猛鬼猛鬼猛鬼 我想它應該是不少的 然後因為它那個玻璃的感覺 因為玻璃當你向上射出去的時候 其實它會造成一個照妖的功效 即是替你反回所有的妖邪走 當然它亦需要開光 開光這裏一定要用黑狗血 然後在頂上淋在下面 而開光的時候 亦有它開光的說話要說 就是一句都是 天求雷頂震龍天 其實當你做了這個過程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 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大改動 甚至它真的做到整個墳 其實所有東西都已經可以破了 即是一來一愛 就已經可以整個局計 是的 但其實它所有東西都是由它建造這座東西 去形成了一個局 你自己做了一個這樣的局 所以其實你只需要加一些東西 去振回你招進來的東西 而基本上就不需要又搞大弄放大 兩大幅東西又嚇人之餘 你又不需要 即是你嚇到別人的工作 都沒什麼 可能你比迪士尼樂園還旺 你這樣放在這裡嚇鬼 但你又嚇不到 那你又繼續 因為整個外影 又繼續招其他東西進來 那你真是自己拿來衰 你最慘的是 剛才你說的 最慘的是 隔壁101那個人又很認 對呀 對呀 真的整個花寶塔 那裡真是最慘的 就算你不是說花寶塔 也整支招雲番 這樣洞了 就插在那裡 也是 也很像 其實在右後方 是這個白虎位 你怎麽不認得正正 你怎麽不招陰 其實你也是覺得 跟本身地 以前的作用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第一 你已經經年歲月 你不知有幾年前 就算我當你是 其二 你有這麽大型的洞土 我相信 尤其是台灣這些地方 你洞土 可能都做過那些事 是 應該也是 你這麽大型的洞土 就算你真的有 除非你真的有很強勁的怨氣 如果不是未必有 有也未必是 你可能一件半件 你不是弄到整間酒店都很紅 那你唯一就是 亞洲十大 你以為是 你以為是 你唯一就是 你自己的局 剛才你說得對 你無終生有 其實我們經常說風水 就是 你無終生有 你起了這件事出來 你把那件事都回應 那你 你現在整個位置來 好像為我而設 歡迎你 歡迎 我不來 不肯不給面子 來得很舒服 你擺得很棒 等於好像 你做了一個很有氣勢 很神聖 很潔淨的地方 那你請神 神一定到 是 你便供奉我 好像天壇大佛 那你現在整個 那麽大的陰穴 我不來 我不來 那被人坐了 我不是很潔 很潔 那我當然來 那我都叫他來 是 那剛才我都說 你說她的金塔又像 化寶塔又像 你說她整支招雲番 還拆在那裡 是 那你還要在白虎位 那你不是 你還改了 你說真的 你改了軍月 諸軍的墓月 那你還不來 那不來 真的太無非了 那我想其實他們可能是 特意想要拿到這個 亞洲十大猛鬼酒店的名譽 那他又不夠猛 那不如搞癢一點 我都說 如果你真的夠猛 你真的旺過敵士來吧 你每晚夜場 你真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